在地球深处,有两个巨大的肚子,它们的大小都比月球还要大,而且成分跟地球的其他部分不一样。 这两个肚子是从哪里来的呢? 科学家们经过研究,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答案,它们是地球的前任,一个叫泰亚的星球残骸,而月球就是它们的孩子。 这个故事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,那时候地球还是一个年轻的星球,身边有很多同伴,其中一个就是泰亚。 泰亚比火星还大,它跟地球的轨道很接近。 有一天,它们撞在了一起,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爆炸。 这场爆炸把泰亚的大部分都打散了,有些碎片飞到了太空,有些碎片掉到了地球上。 飞到太空的碎片,后来就聚集在一起,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月球。 掉到地球上的碎片,就像一块块的铁,沉到了地球的最底层,形成了两个肚子。 这两个肚子被科学家们称为大型低速省LLVP。 这个故事是怎么发现的呢?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科学家们就发现了地球的肚子,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,也不知道它们跟月球有什么关系。 直到最近,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些科学家用电脑模拟了地球和泰亚的撞击过程,发现了这个惊人的真相。 他们的研究发表在了《自然》杂志上,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。 这个研究的主要负责人钱远,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后研究员。 他说,是在听了Miquel科学家的报告后,突然灵光一闪,想到了泰亚的碎片可能变成了地球的肚子。 科学家们一起设计了不同的模型,来测试它的想法。 模拟结果证实了它的想法,而且还解决了另一个科学难题,为什么我们在太空或者陨石里找不到泰亚的痕迹? 原来,泰亚的大部分被地球吞了,只剩下一点点变成了月球。 那么,为什么泰亚的碎片会变成两个肚子,而不是跟地球的其他部分混在一起呢? 科学家们的模拟结果显示,这是因为地球和泰亚的撞击,把很多能量都释放到了地球的上半部,让它变得很热,而地球的下半部却相对比较冷。 所以,泰亚碎片就像一块块沉重的石头,沉到了地球的最底层,而不是跟地球的其他物质融合在一起。 这就像一盏关掉的熔岩灯,里面的彩色蜡会分开,而不是混在一起。 如果地球的下半部也很热的话,那么泰亚的碎片就会像一盆颜料一样,跟地球的其他物质混成一团。 这个研究有什么意义呢? 科学家说,这个研究不仅接涉地球和月球的起源,还让我们对地球的内部结构有了更深的了解。 下一步,他们要研究泰亚的碎片对地球的内部运动有什么影响,比如板块构造。 泰亚的碎片可能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物质,所以它们可能跟地球早期演化有很大的关系,比如地壳的形成,产生最古老的矿物等等。 感谢观看